在今天上午11點鐘 它的強度已經減弱為中度颱風 所處的環境已經開始逐漸要進入 海溫相對比較低的一個區域 所以強度上來講 未來它強度會逐漸的減弱 暴風半徑也會逐漸的縮小 在今天上午11點鐘 它的強度已經減弱為中度颱風 你要留意的就是在我馬祖地區 未來也是暴風圈可能會邊緣會有少多的地方 北台灣地區從今天下午之前的話 降雨會滿明顯 但是從今天下午之後 會逐漸的整個降雨狀況會逐漸的減弱下來 倒是有一個地方要提醒的是 颱風既然北上 台灣地區會轉變為西南風的一個風場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的雨量 就會持續有增加這種情形 那在西南風未來至少在3天左右 在西南風影響的情況之下 中南部地區的雨量 比較大的雨勢可能會持續好幾天